高考成绩出来了 我考了731 我同父异母的妹妹考了317 知道成绩后 我18年素未谋面的父亲突然出现 强拉着我去参加奶奶的八十大寿 还当着众人的面 让我认祖归宗 我爸是个普通人 年轻时抓住了机遇 慢慢发家 可与他的财富同时增加的 是他外面女人的数量 我妈没什么文化 但胜在有城里户口 当时 我爸为了摆脱农村人这个称号 才跟我妈结了婚 可好景不长 当我爸事业稍有起色 他外面的女人就换了一个又一个 我妈整天哭哭啼啼 跟我奶奶告状 可我奶奶最是封建不过 觉得他儿子这样是有能耐 反而教训我妈说他不够贤良淑德 要不然为什么留不住男人的心 我妈本来想离婚 可是正要离婚时 却发现已经怀了我 我奶奶知道以后 到处找人算命 那些人无一例外都说 怀的是个儿子 奶奶和爸爸听了大喜过望 对我妈好到了极点 可谁吱声下来才知道 我是个女孩 在产房外面 我奶奶破口大骂 骂我是个赔钱货 绝不承认我是他们宋家的女儿 由此 过往积攒的所有矛盾彻底爆发 他们离婚了 我跟着我妈 听我妈回忆 他们还没办完手续的时候 那个女人就已经登堂入室 在外面跟我爸 形影不离宣誓主权了 她要搬家的那天 从娘家回到家里时 发现自己最真爱的电子琴 被人用锤子砸得面目全非 而始作俑者正挺着八个月大的肚子 站在大门口耀武扬威 而我爸 对这一切充耳不闻 不得不说 虽然我爸很渣 但是在我的抚养费上 他却还是尽到了义务 该给的一分没少 也正是因为这个 那个小三上位的女人才愤愤不平 一次又一次地找我们麻烦 起初 我爸每个月会给我一万块钱抚养费 但是突然有一天 就变成了五千 我妈知道 一定是那个女人在背后说了什么 这钱才会减半 可她要强 并不想再跟我爸之间有任何牵扯 所以 她也就得过且过 我五年级的时候 我妈拿我爸给的那笔离婚补偿费 在市里的大商场里开了一家甜品店 因为她的手艺好 这家小店被她经营得风生水起 可不知道那个女人从哪里知道了这件事 认为这笔钱是我爸近期给的 他们想要旧情复燃 于是 她就找了一波又一波的人 想要搞垮我们 最开始 是有人去商场投诉我们店里卫生差 就餐体验完全没有 紧接着 又有人投诉说是吃了我们家的甜品身上过敏起了红疹 险些毁容 那段时间 我妈忙得脚步粘地 天天求爷爷告奶奶 被搞得身心焦脆 她知道这是有人故意整她 却不知道这人到底是谁 直到一个炎热的午后 那个女人领着他生的那对龙凤胎大摇大摆地来到了我们店里 那是我第一次见李靖 我清楚地记得 她那天穿了一条紫色紧身碎花旗袍 戴了一条很闪的钻石项链 脚踩一双霉红色的高跟鞋 整个人风尘气十足 且没什么品味 呦 芬姐 你这小店经营得不错呀 看你脸上多了这么多皱纹 想必这些年过得不太如意吧 她故作优雅地坐在了店里的沙发上 坐之前还坐坐地扶了扶根本不存在的灰尘 满眼都是嫌弃 我妈看见她的一瞬间就知道最近这些事情都是谁的手笔 还没等她说话 李靖看向我 这就是你那个不被我们宋家承认的女儿吧 哎呦 看这小身板 这小脸儿 真是一点福相都没有 难怪她奶奶不愿意认呢 说这话的时候 她得意地搂住她的女儿宋宁 我妈上下打量了宋宁一眼 嗯 腿能赶上我落落的腰粗 你女儿倒是挺有福相 扑哧 我实在没忍住 笑了出来 没想到我妈对人这么厉害 宋宁这个年纪正是小姑娘爱美的时候 听到我妈这么说 气得哇哇大哭 李靖一面手忙脚乱地哄着 一面恶狠狠地盯着我妈 难怪怀国不要你 就你这么刻薄的女人 哪个男人会要你 这位小姐 我妈故意加重了 小姐 两个字 麻烦你搞搞清楚 是我不要她了 你不过就是捡了我不要的垃圾而已 不晓得你个破坏别人家庭的人 有什么好猖狂的 你说谁是小三呢 李靖最听不得人说她的出身 一提就跳脚 谁急着辩解说的就是谁 我妈淡定地理着甜品 招呼着在门口看热闹的顾客 有喜欢的就进来尝尝呀 草莓不累新款上市了 人都是同情弱者的 刚才这么劲爆的内容 已经把我妈这个被出轨 被离婚 独立带孩子生活的女强人 形象力得死死的 瞬间 一大批顾客蜂拥而至 生意顿时好得不得了 李靖一看这阵势 瞬间急了 你们不能买 不能买 她家的食物都是垃圾食品 吃了皮肤就过敏了 这一嗓子确实唬住了不少人 大家都纷纷向她的身上看去 你说我们食品质量有问题 那你的就诊报告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吧 我告诉你 你要是拿不出来 我就告你诽谤 我妈并没有被这小场面唬住 她思路清晰 条理分明 李靖兄有成竹地伸出胳膊 她白皙的胳膊上有几个星红的小点 这 众人顿时迟疑了 我当时个子矮 离得近 我分明看到那几个小红点 因为汉字已经有些晕开了 趁她不注意 我拿起手中的杯子就冲她泼了过去 小兔崽子 你干什么 我衣服这么贵你赔得起吗 李靖只顾着看她名贵的衣服 丝毫没有注意到我的心思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洋装抱歉 拿上纸巾就朝她胳膊上擦去 瞬间 那几个用颜料画上去的疹子彻底晕开了 李靖的脸五颜六色 这时 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妈看不下去了 率先出生 唉 你自己心思不正破坏别人家庭 现在人都被你抢走了 你又来坏人家生意 你这是不给人家活路啊 你心思怎么这么歹毒的啦 你拿画上去的疹子来糊弄我们 你当大家都是傻子呢 就是就是 我在这家店买了很多次了 根本就没有你说的这种情况 而且老板娘人特别好 还给我打了折呢 另一个阿姨也站了出来 有了这几人的话 大家都纷纷向李靖投去了比仪的目光 没想到啊 这都什么世道了 做小三的都这么猖狂了 就是就是 真不要脸 听到这些 李靖瞬间仗红了脸 他没料到事情脱离了掌控 偷鸡不成反十把米 他狠狠瞪了我们一眼 拉着他的两个孩子 落荒而逃 过了好一会 等到顾客都走了 妈妈才有时间坐下休息会 我本以为 今天没让他们母子 占到便宜妈妈会开心 可谁知 我却看见妈妈背着我 独自在角落抹了一下眼睛 我没有上前安慰她 因为我知道 她这么要强的人 不想别人同情她 从这天开始 我就在心里暗暗发誓 我一定要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总有一天要让我爸知道 他抛弃我们两个 是他这辈子做的最错误的决定 也是从这一天 我跟宋宁的战争正式开始了 有句老话说得好 不是冤家不巨头 初三按成绩分班 我跟宋宁分到了一个班 我是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进去的 宋宁则是我爸托人找关系送进去的 从我们一见面开始 她就处处都要与我争个高低 我被任命为学习委员 她就想方设法拉票当上了文艺委员 我被安排在国旗下讲话 她就让她爸给学校捐了20万 成了优秀学生代表 在开学典礼上发言 但不得不说 虽然是亲姐妹 可宋宁显然就没那么好运 因为她遗传了我爸的智商 所以就算她再有钱 再找关系 在任何方面都能与我争得不可开交 可是在学习上 她永远都是输家 故而 每次家长会 都是我妈最扬眉吐气的时候 这次年级第一就不用我说了 还是陈洛 今天 我主要说一说成绩垫底的几个同学 周老师推了推眼镜 叹了口气 宋宁妈妈 宋宁这次又是年级倒数第一 您要是有时间的话 可以多花些心思在孩子身上 榜样就在身边 您可以找陈洛妈妈好好请教一下 我在门外 看见我妈得意地瞥了她一眼 李静被这一眼刺激的不行 差点当场暴走 但为了维持她爆发户的体面 她只能将气变相地发作 周老师 我孩子的问题我会管 您既然提到了宋宁 那我也有事想请教您 李静挺直了腰 眼神不善 我想问您 您作为一名金牌教师 为什么纵容班里的学生 联合起来排挤我女儿 李静被周老师抹了面子 十分不服 势必要找回厂子 您在说什么 什么排挤 周老师有些疑惑 好啊 您还给我装起糊涂来了 要不是排挤 为什么大家都有同桌 只有我女儿一个人坐在最后一排 周老师解释道 我们是按照成绩排位置 您女儿的成绩不用我多说了吧 另外 我一向提倡孩子们自主选择同桌 为的就是提升孩子们的学习效率 在全民自主的情况下 您可以想想为什么没人愿意跟宋宁一起坐 你胡说八道 我女儿好得很 一定是你不让她们跟我女儿坐一起 我们宁宁还这么小 你这么做会影响她的心理健康的 她要是出什么事 我跟你没完 宋宁妈妈 你这是什么话 我妈看时机成熟了 适时的替周老师说了句话 周老师对孩子们到底有多无微不至就不用我细说了吧 大家有眼睛都看得到 你这有问题不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反而怪起老师来 真是有什么样的父母就会有什么样的孩子 瞬间 不少家长开始附和 是啊 就算不说成绩 也不看看宋宁什么样的人品 我可不愿意让我孩子跟她坐一起 再给我们带坏了 就是 天天打扮得流里流气的 我早就跟我女儿说离她远点 听着身边家长们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李静的脸仗成了猪肝色 她抄起宋宁的成绩单 夺门而出 家长会结束 周老师特意把我妈叫过去好好感谢了一番 我闲着无聊 坐在楼梯上发呆 突然 宋宁带着一群小太妹把我团团围住 她们个个眼神不善 许是几年前在店里我妈说的那句话太有杀伤力了 这些年宋宁瘦了不少 可是 因为她天生皮肤有些黑 又正值青春期长青春痘 所以当她顶着画了非主流浓妆的脸 气势汹汹站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又一次憋不住笑了 你笑什么 宋宁又粗又黑的眉毛皱起来 像两条肥大的毛毛虫趴在脸上 我接着笑 没有说话 这一举动激怒了宋宁 她面目猙獰 果然 你妈是个贱 人 你更是个贱 人 你妈刚才家长会不是很威风吗 我让你威风 她一脚踢在我肚子上 我滚下楼梯 斜眼瞟了一眼角落的摄像头 她以为我怕了 不敢反抗 让那几个人围住我 她居高临下 薅着我的头发 伸手就要抽在我脸上 本来我完全可以躲过去 但是 在看见远处姗姗而来的校长时 我改变了主意 啪 清脆的响声吸引了校长的注意 她加快步伐赶了过来 你们在干什么 校长办公室 我妈紧紧搂着我坐在沙发上 眼眶发红 宋宁站在对面 右脸高高肿起 愤怒地像一头野兽 恨不得能扒下我一层皮 李静这时急匆匆地赶来 看到女儿的惨状 冲上来就要动手 你们两个剑 人敢欺负我女儿 我打死你们 我妈一听脾气也上来了 你才是剑 人 明明是我们落落挨了打 你还恶人先告状了 你打 有本事你打一个试试 动我女儿 我要你好看 我妈 蹭 得一下窜起来 护在我前面 那架势 显然李静要是动手 他就要跟他拼个鱼死网破 校长一看这架势 头都大了 他拉开李静 语气不耐 好了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学校 你们做家长的 能不能冷静一下 孩子还在这呢 李静拉着宋宁不服气地 坐在另一侧的沙发上 眼睛死死盯着我妈 恨不能咬下一口肉来 刚才是怎么回事 陈洛 你先说 刘校长看局面稳定住了 喝了口茶 发了话 我在楼梯间等我妈 宋宁突然带了一帮人围住我 骂我跟我妈都是贱 人 然后他就动手把我从楼梯上踹了下去 还要扇我耳光 我打他是正当防卫 你胡说 我看你什么事都没有 反而是我们宁宁 脸都要毁容了 李静愤怒起身 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 小小年纪 下手这么狠 到底是有娘养没娘教的东西 我妈使劲把她的手指拍向一旁 满脸寒意 你最好说话注意点 自己是个什么身份 还用我提醒你吗 跟我女儿提教养 你也配 你 好了 眼见他们两人又要吵起来 校长赶忙制止 请家长配合学校工作 宋宁 陈洛说的是不是真的 你为什么带人去堵她 为什么要把人踢下楼梯 这样的行为有多危险你清楚吗 刘校长被李静吵得头大 跟宋宁说话时语气也带了些许不满 宋宁有些被吓到了 缩在李静身后不敢回话 不是 校长 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啊 他怎么不说把我们宁宁的脸都弄毁容了呢 我严重怀疑你包庇他们母女 诱导性问话 宋宁妈妈 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做老师的当然会一视同仁 不可能偏颇包庇任何一个孩子 你得为你的话负责任 本来就是 空口白牙 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李静没好气地白了刘校长一眼 刘校长从来就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人 气得手都在颤抖 事情还没有定性 我只是按流程正常询问 我们不空口说白话 我们讲证据 学校每层楼梯都有监控 走 我们现在就去查监控 安保部的老师调来了监控 看完监控 李静和宋宁都沉默了 现在证据确凿 刘校长 我要求严肃处理宋宁 我妈手放在我的肚子上 说得斩钉截铁 如果品性如此恶劣的孩子还能在贵校读书 那我相信 不会有家长放心 自己的孩子身边有这么一颗定时炸弹的 刘校长没有说话 抿了一口茶 再权衡利弊 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发愁 这涉事的两个人 一个是全校第一 今年能给他拿个状元回来的宝贝疙瘩 一个是刚给学校捐了二十万的金主爸爸 这是哪一边他都得罪不起啊 半赏 他冲着我妈笑了笑 陈洛妈妈 您放心 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 但是 刘校长顿了一下 但是 他们现在已经出三了 没有两天就要中考了 现在开除 这 不是等于毁了孩子一生吗 他观察着我妈的神色 讨好的说 要不 我看这样 给他记个大过 然后呢 让他回家反省 直到中考结束 您看 这样可以吗 什么 记大过 这可不行 刘校长 这可是会留在档案里的 李静一听要记过 顿时不依不饶 我劝你好好考虑一下 我们家怀国刚给学校捐了二十万 转眼我女儿就要被记过 哪有你们这样的 你们要是坚持记过处分 那我们就不捐了 这 这 刘校长一时没了主意 这笔钱都用出去了 上拿给他退这二十万 李静见刘校长有所动摇 瞬间得意 刘校长 你可要好好考虑啊 我妈见刘校长游游郁郁 气得咬牙切齿 我安抚地拍了拍他 转头开口 校长 您还不知道吧 给您捐款的宋怀国 也是我的爸爸 这次事件最终以宋宁被开除结束 本来 在得知我跟宋宁是同父异母的姐妹之后 刘校长跟我爸商议出来的结果是让宋宁在全校师生面前给我道歉 并且回家反省直到中考结束 我知道 即使我提出来宋怀国也是我的父亲 宋宁最后也并不会受到什么实质性的惩罚 索性 我还留了一手 那天被打 我妈来得匆忙 她平时在店里 胸前经常会别着一支录音笔 有录像功能 这是上次李静找人故意来找查之后 我们做的防范手段 没想到 这支笔会在那天派上了用场 那天 在去看监控之前 我特意打开了那支录音笔 所以 监控上所有的画面都被我录了下来 在得知宋宁的处理结果后 我直接将这个视频匿名压缩发给了好几家媒体报社 配文 校园霸凌 这个视频一经发布 顿时上了热搜 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虽然视频中 我跟宋宁的脸都被打上了马赛克 但是 宋宁的校服上 别了他的校牌 有心的网友通过校服的款式 认出了我们学校 人肉出了宋宁 他们强烈要求校方给出一个合理的处理结果 碍于社会舆论 最终 宋宁被开除 这事之后 我本来以为我爸会怀疑事情是我们做的 来跟我们理论 甚至 我都准备好了托词 可是 他并没有对这件事太过上心 反而是听说我成绩年级第一 突然就对我上心了起来 不仅派人来给我送了许多补品 还把生活费又追加到了一万 他这些举动 我妈非常看不起 她这是看宋宁彻底毁了 而你又聪明争气 放弃了宋宁 想抓住你 就她那德行 我太了解了 我点点头 告诉我妈 无论我爸送来什么都来者不拒 不要白不要 这些本来就应该是我的 何况 虽然是些小恩小惠 但能给那对母女添堵 何乐而不畏呢 很快 我迎来了中考 我已全是第一的成绩上了本是最好的高中 我爸怕继续发生上次的事情 特意把我们分开了 为了让我安心备考 我爸在高三时还特意给我安排了司机 接送我上下学 我欣然接受 当宋宁看着原本只属于他的待遇 这么轻易就被我得到 气得脸都绿了 可是经过上次的事 宋宁受了教育 所以 他只能远远远读地看着 却什么都不敢做 很快 高考成绩出来了 我考了731 宋宁考了317 知道成绩后 我那18年素未谋面的父亲突然出现 强拉着我去参加奶奶的八十大寿 还当着众人的面 让我认祖归宗 返校那天 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父亲 宋怀国 他大富翩翩 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西装 竖着油亮的头发 一眼就能看出 他是个成功的乡镇企业家 我过去时 他正与我们校长和一些老师交谈甚欢 宋宁站在他的身边 脸色很不好 宋老板 还是您会教育孩子啊 陈洛本来就保送到了京大 这就是下场随便试试水 没想到竟然又摘了个高考状元回来 731啊 这换个人 想都不敢想 就是 还得感谢您 给我们培养出了这么优秀的校友啊 我爸被捧得哈哈大笑 过奖了 过奖了 陈洛这孩子从小就让人省心 我是一点都没操心啊 那这就是遗传 哈哈哈哈 遗传了您的优秀基因啊 这些人每说一句 宋宁的脸色就暗一分 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他 他就像个透明人一样被人遗忘在角落 而我 就是踏着这一声声夸赞 走到了他们面前 爸 这是我第一次叫他 宋怀国偏头瞅到了我 笑容更盛 根本不像是第一次见我 好闺女 快来谢谢老师们的这些年的教导 我含笑一一谢过 看着宋宁咬的发白的嘴唇 笑着挽上了我爸的胳膊 跟他出了门 刚出校门 我们就被闻风而来的媒体围了个水泄不通 请问陈同学 能说说你现在的心情吗 陈同学 听说你本来已经被保送到了京大 为什么还要选择在下考场呢 陈同学 我抬手示意 他们安静了下来 首先 谢谢各位在这里等我这么久 你们都辛苦了 我很荣幸能够被保送到京大 但是作为一名学生 我还是想体验一下高考的感觉 让我的人生没有遗憾 人群顿时一片善意的唏嘘 我笑着白手 能考这么高分是我意料之外 但是我也想借着这个机会 感谢老师们对我这些年的教导 也感谢我的父母这些年对我的养育与支持 这一番话让我爸笑得合不拢嘴 正在这时 有人看见了宋宁 请问陈洛父亲 这位也是您女儿吗 小姑娘也是今年高考吗 能跟我们下成绩吗 听完这句话 我爸脸上有些挂不住 抱歉 我们还有事 就不接受采访了 说完 拉着我上了车 根本没管宋宁 宋宁在后面一路小跑跟了上来 眼圈都气红了 车上 我爸并没有提及过往 只是一个劲的说我光宗要阻 说两天后要我一定去参加我奶奶的八十大寿 洛洛 你奶奶听说你考了全市状元 让我带你回去给她看看 我装作害羞地笑了笑 没说话 低头的瞬间 却瞧见了宋宁在提起奶奶时 不怀好意地笑 两天后 我和妈妈坐上我爸派过来的车 一起来到了丽华酒店 酒店门外 铺着长长的红色地毯 整个会场气派辉煌 我挑眉 在锦上添花这件事情上 我爸坐得还真是得心应手啊 远远地 我就看见宋宁穿着精致的小礼服 站在我爸身边笑得灿烂 骄傲得像一只开瓶的孔雀 仿佛今天的主角是他一样 李靖也穿着一身红艳艳的旗袍拉着他儿子 在旁边应酬着 他们一家其乐融融 见此场景 我妈拉着我的手不由握紧 妈 不用把他们当回事 今天咱们就吃好喝好 别的一概不管 我妈点点头 跟我一起下了车 刚到门口 我爸就迎了出来 闺女 快来快来 大家等你好久了 素芬 你来了 来 坐主桌 安排好我妈 她就把我拽到台前 我甚至包都没来得及放下 各位 各位 今天我要隆重地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大女儿 陈洛 这么些年 虽然我们聚少离多 但是 我送怀国的女儿争气 本来都保送了精大 随便下场玩玩就又考了个状元回来 真是光宗耀祖啊 我爸越说越激动 今天 除了要恭贺我老母亲的八十大寿啊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那就是 我洛洛在外十八年 今天呢 我要让他认祖归宗 来 洛洛 给奶奶敬杯茶 从今以后 你就叫送洛了 这句话让我有些措手不及 抬头对上了我爸的眼睛 他眼里虽然有笑意 可是却不达眼底 见我没有立即答应 立刻掩路警告 我明白 于他而言 我只是暂时有利用价值而已 若是我不识趣 那迎接我的还不知道是什么 我看向台上端坐着的奶奶 她居高临下 用那浑浊的双眼打量着我 仿佛让我给他敬茶 是给了我天大的恩赐 我冲他露出一个乖顺的微笑 倒捧着茶的宋宁跟前 准备端茶 我刚伸出手 就看见宋宁冲我诡异一笑 我顿感不妙 下一秒 滚烫的茶水 倒在了我的右胳膊和包上 我的胳膊瞬间红了一大片 痛得钻心 一个没拿吻 包掉在了地上 可我预感这杯茶 不是简单的想要让我出丑 后面肯定还有着更大的阴谋 果然 啊 这是什么 只听宋宁夸张的大叫 她举起手里的东西 这东西让我看了止不住的发寒 这是一道符咒 黄色的符纸 上面画了我看不懂的符号 可是 令我深寒的并不是符咒本身 而是她背面贴着的我奶奶的照片和生辰八字 上面用朱砂画了一个大大的红叉 陈洛 你好歹毒 奶奶好心接纳你 让你认祖归宗 可你却用这种脏东西去诅咒她 宋宁满脸悲痛 可我却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得意的目光 她跑到奶奶身边 把这个给她看 奶奶顿时气得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我爸见了陈卓脸走过来 一把抢走了这个东西 不由分说给了我一巴掌 不肖的东西 我毫无防备 被打得跌坐在了地上 看 这就是我爸 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就在半分钟前 她还一口一个好闺女 一口一个光宗药祖 可现在 当我给她丢脸了 她立马翻脸不认人 我内心有些悲凉 但我不在乎 因为我本来也不是来跟他们共享天伦的 我要的 只是拿回属于我和我妈的东西 我妈着急地冲了上来 护在我身前 宋怀国 你是不是人 事情还没弄清楚你凭什么打我女儿 这一看就是栽赃陷害 你真是瞎了眼 我从地上爬起来 对上了我爸的眼睛 爸 这不是我做的 你仔细想一想 我会在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自毁前程吗 还没等她发话 宋宁先跳了出来 要是没有刚才这个意外 谁知道你竟然是个养不熟的狼崽子 竟然这么恶毒 把这种东西随身带着 要是没有你 刚才会有意外吗 四处都是监控 查一下就可以看到 刚才你是不是故意把茶撒在我身上的 再说了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奶奶 又怎么知道她的生辰八字 又上哪去找她的照片呢 我步步紧逼 丝毫不给宋宁还嘴的余地 我一把从她手里抢过那个符 看了眼背后的自己 不由得笑了 你笑什么 宋宁看见我笑了 防备的后退了一步 宋宁 就你这个智商 以后千万别干坏事 要是想栽赃嫁祸的话 麻烦换个字迹 就你这么有特点的字 还真难让人看不出来 说到最后 我爸那要杀人的目光已经转向了宋宁 爸 不是这样的 你别听陈诺的 他是骗你的 妈 妈你快替我说句话啊 李静从一开始就没说一句话 此时他看看我爸 又看看宋宁 来到宋宁身边给了他一个耳光 你是真糊涂啊宋宁 你也不小了 就算你嫉妒落落 你也不能用这种方式啊 今天可是你奶奶的八十大寿 又是你姐姐的大日子 你这么悬宾夺主到底要干什么 宋宁明显愣了一下 然后特别着急的想要辩解 妈 不是你 我什么 我让你不学好小小年纪这么多坏心思吗 李静眼神阴狠 全然看不出对面是他女儿 宋亮站在一旁默不作声 可态度一目了然 他们娘俩眼见宋宁保不住了 就毫不犹豫将这一切罪名都推在他的身上 保全他们自己 对自己的亲女儿亲姐姐丝毫不留情面 宋宁显然没料到自己会是这样的结局 张了张嘴 却一句话都说不出口 妈 怀国 是我没教育好女儿 你要怪就怪我吧 李静眼见着我爸和奶奶都没消气 眼泪说来就来 他哭哭啼啼 在我奶奶身边不住认错 宋亮此时也红了眼 妈 是姐姐一时没想开 不怪您 我奶奶见宋亮也哭了 顿时没了脾气 小亮说的对 这事跟你没关系 你起来 宋宁自己走偏了路 不怪你 她虽仍然面有不欲 可是相比刚才已经好了很多 不过 这样的孙女 我宋家可养不起 明天 怀国你就把她送出去读书吧 没事不用回来了 就这样轻飘飘的一句话 就轻易定了宋宁的未来 这场寿宴虽然不欢而散 可我还是最大的赢家 但我知道 宋宁因我落得这样的结局 李静母子是不会轻易放过我的 前方的路到足且长 宋宁走后 为了补偿我的损失 我爸给我妈买了一处房子 而我住进了宋家的别墅 大学这四年 我主修金融 为的就是能顺利拿回属于我们的财产 宋亮念的是珠宝设计 为了毕业接手家族产业做足了准备 毕业之后 我们都进了宋室珠宝 本来 李静极力窜度我奶奶让我不能接触家族产业 说丫头片子就是该嫁人生孩子 但因为四年前的寿宴上大家都看到了我的优秀 我爸怕别人说他偏心 还是让我跟宋亮一人接手了一家分店 那段日子里 我洋装不熟悉业务 每天混吃等死 而宋亮 却把店铺经营的有声有色 得到了众人的一致夸赞 宋亮见我如此扶不上墙 也逐渐放松了对我的警惕 这两天 宋亮又新推出了一款新的原创产品 云梦 这款项链一经开售 就卖得特别火爆 晚上 我爸要在家里给他开庆宫宴 小亮 你不愧是我送怀国的儿子 有出息 有出息啊 哎呀 怀国 儿子这么争气 你可以放心把公司交给他了吧 李静见我爸开心 顺势试探 我爸一听这个 笑容淡了些许 他要走的路还有很长 再历练历练吧 李静笑容有些僵住 也是 还得历练 落落也是 丫头片子历练个啥 到岁数了赶紧找个门当户对的嫁了 给我们宋家带来点利益 才算这些年没白养他 奶奶坐在上手斜眼看我 一时间没人说话 宋亮健壮 直接转移话题 说是他用自己挣的钱给张静 奶奶和我一人买了一条 云梦 奶奶戴上项链 直笑得合不拢嘴 还是我大孙子贴心 比这些丫头片子强多了 我已经习惯了奶奶的重男轻女 听到这话 没有作声 端详着手中的项链 项链中心镶嵌着一个蔚蓝色的钻石 整个项链 无论是从设计 颜色都很完美 唯一的不足就是稍微有些重 我打量着这条项链 总觉得似曾相识 这个设计像是在哪里见过 而且我越端详越不对 我怎么觉得 这不是钻石 而是告石 宋亮应该不会办这么蠢的事吧 这不是明着杂自家的招牌吗 我不动声色地收起来 准备后面好好鉴别一下 没过几天 结果出来了 宋亮竟然真的这么大胆敢以刺冲好 用告石鱼目混珠 我没打算声张 因为光凭这点事 还不足以撼动宋亮在宋家的地位 我按兵不动 明面上照常吃喝玩乐 背地里就让人去调查近年来 跟这个项链类似的原创设计 我一直在等一个机会 能把他们一网打尽的机会 很快 这一天来了 那天我假装翘班出来溜达 实则是出来调查总公司的 几笔可疑账目 这几笔账数额都差不多 账目的用途记载是原材料采购 收款账户虽然不一样 但却都是同一个人的 而这个人 跟李静的联系非常密切 联想到宋亮用告石充当钻石 我怀疑是他或者李静的资金链 出现了什么问题 以至于这样迫切且明目张胆的敛财 转移资产 我联系了我做私家侦探的朋友李彻 让他帮我调查下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如此不管不顾 正当我赶路时 却意外发现李静跟一个男人手挽着手 举止十分亲密 我偷偷在后边跟着 发现他们来到了一家私密性非常高的茶室 我哭笑不得 简直老天爷都在帮我 这间茶室的老板正是我最好的哥们刘迪 等他们两个走进包间 我大摇大摆地进去 直奔他的办公室 哟 希克呀 怎么 这是征家产没征过 跑我这来打秋风来了 刘迪腿架在办公桌上 一副吊耳郎当的样子 滚毒子 姐妹儿是来捉奸的 扑 她一口茶水喷出来 大半都喷在了我衣服上 没想到啊 你递好这口 之所以刘迪这么吃惊 是因为来这儿的女人基本都是上了岁数的富婆 很少有小年轻会来这里 她不好 我嫌弃地抽出纸巾擦衣服 刘迪松了口气 我就说嘛 她妈好 我把刚才没说完的话说完 她沉默了 我让刘迪找人调了监控 监控里的画面简直不堪入目 调监控的那人认出了那个男人 说他每周的这一天都会在这待上三个小时 而且每次带的都是同一个女人 忍着恶心 我想看看这个男人到底是谁 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跳 这人竟是我爸最好的兄弟 宋氏珠宝的大股东 钱骏 照他们这个态势 混在一起肯定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时 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爸这二十几年引以为傲的儿子 其实不是他的种呢 要真的是这样 那估计我奶奶跟我爸都得吐血而亡 我立马让刘迪给我找了个靠谱的检验机构 打算过两天就把这事给办了 不过 眼下 还是让我爸来捉奸比较重要 我当即给我爸打了电话 但是 电话里 我可没说是让他过来捉奸 而是告诉他 我谈了个家事相当的男朋友 要带他见家长 我爸一听有这种好事儿 满口八个立刻过来 刘迪惶恐地看了看我 后退了两步 你男朋友该不会是 我一把抓住他 没给他逃跑的机会 没错 就是你 我爸来得很快 到了就开始上下打量刘迪 眼里露出满意的神色 我提议找个包厢 坐下好好聊聊 我爸欣然应允 服务员在前面带路 我爸跟刘迪在后边聊得火热 正当我爸克制着他那爆发户的本质 装出一副文人骚客的假象时 门开了 啊 里面传出了李静的惊呼 钱骏 你他妈敢搞老子女人 老子弄死你 随即 就是一场混战 我靠在门上 悠闲地哼着小曲儿 我知道 他们母子的好日子 到头了 回到家之后 我爸大发雷霆 要将李静扫地出门 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 怀国 我真的知道错了 都是他强迫我 我是有苦衷的 求你看在我给你生了两个孩子的份上 饶了我这一次吧 苦衷 你他妈出轨还有苦衷 我哪点对不起你 啊 我这么些年 供你吃 供你穿 让你从一个KTV服务生成了富太太 甚至为了你我连家都能不要 到头来你他妈竟然律我 我爸怒火上来 一脚踹开了李静 他倒在地上 手肘都破了皮 你还有脸跟我提孩子 要不是你不会教育孩子 宋宁能小小年纪就这么多歪心思 他成绩能垫底 你这样的人就不配当妈 滚 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给老子滚 滚出老子的家 等着离婚吧 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 怀国 你不能这么狠心 小亮 小亮你帮妈妈说句话啊 李静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想让他儿子救他一命 宋亮站在一旁 生怕自己被连累 连大气都不敢出 硬是一声没坑 白眼狼 都是白眼狼 李静又哭又笑 整个人疯疯癫癫 看着眼前这个场景 我只觉得还不够 当年我妈受到的伤害 如今我一定要他们千百倍的还回来 爸 阿姨说的没错 他的确是有苦衷的 我从包里拿出一打资料 递给了我爸 上面记载的就是我调查的几笔可疑账目 我爸这么多年的老江湖 随手一翻就看出了事情的关键 他把这些资料摔在李静脸上 好啊 你不仅出去偷人 还他妈转移老子财产 你这是要替我出局啊 李静不敢置信地看着手边散落的资料 转头恶狠狠地盯着我 是你 今天的一切都是你设计的是不是 你早就盯上我们了 你洋装混吃等死 实际上是要置我们于死地 我一脸受伤 阿姨 您怎么会这么想我 今天我是带爸爸去见我男朋友 我怎么会知道您 们会在那里呢 听到 您们 这个词 我爸本来消了点的怒火又被我勾了上来 这时 我手机收到了一个消息 点开一看 是李彻发给我的 李静欠的高利贷的借条 他轻信了钱骏的鬼话 跟着他投资了一个项目 可他不知道 那本就是钱骏的骗局 为的就是掏空我爸的家底 好成功上位 背对我爸 我无声跟他比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笑得肆意 转身把证据给了我爸 他看了之后 气个倒痒 血压上来 直接晕了过去 李静此时却像是看到了生的希望 我知道 他希望我爸最好从此医病不起 或者直接更进一步原地去世 可是与愿违 我爸不仅生龙活虎地从医院出来了 而且光速跟他办了离婚手续 让他静身出户 这一系列事情结束后 我爸并没有放在心上 转身就找了个更年轻貌美的留在身边 李静被赶出去后 送量也没了往日的张扬 低调了起来 但我没有掉以轻心 我知道 他就像是一头伏在暗处的恶狼 随时都有可能冲出来反咬一口 所以 未免夜长梦多 我决定先下手为强 我暗中收集了他跟我爸的头发送到了刘迪给我找的检测中心 结果出来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 他不是我爸的孩子 为了彻底让他身败名裂 我安排了朋友去送市珠宝最大的连锁店闹市 给我叫你们老板出来 你们以刺冲好 鱼木混珠 欺骗消费者 这就是你们宋市珠宝的做派 今天要是不给我一个说法 那我就不走了 此话一出 全场哗然 谁都不会想到 宋市珠宝这样大的公司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当天 这个消息就冲上了热搜 我嫌火烧得不够 便又添了一把 就在大家把宋亮和宋市珠宝骂得狗血淋头的时候 有个名叫张希宁的原创珠宝设计师站出来实名举报 说现在宋市珠宝大火的云梦是大学时期宋亮盗取的他的设计 张希宁说 以前宋亮用强权镇压他的发声 让他这么多年都活在痛苦当中 患上了抑郁症几度自杀 现在 他终于有机会为自己讨回公道 文字下面配了几张他疤痕累累的手腕 这下 网上的舆论彻底一边倒得谴责宋亮 有热心网友扒出了宋亮和宋宁的身世 还有当年宋宁校园霸凌的事情 难怪啊 小三生的孩子 怎么可能会有礼仪廉耻 听说他爸刚跟他妈离婚 据说原因是女方婚内出轨 做小三的那都是贯三 谁知道这两个姐弟到底是不是宋总的孩子 没准洗当爹二十年 八卦 永远传得最快 不过半天 宋氏集团上下都已经听到了这个传闻 大家都在窃窃私语 自然 我爸也听到了 他这个人疑心最重 当即就找人秘密去调查了 结果可想而知 我坐在办公室里慢悠悠地煮着咖啡 等待着宋亮最终的覆面 自从上次我觉得云梦的设计看着眼熟 我就努力回想我到底是在什么地方看见过这个作品 后来我想起来是我大学时期在画室里偶然遇到过张西宁 便是在那时我匆匆一瞥见到了他的作品 他是个可怜人 也是和我一样的复仇者 不过好在我们都等到了正义的到来 隔天宋氏集团就发出了声明 首先 跟广大消费者郑重道歉 其次 承诺会给已购买的消费者全额退款 并且立即下架 云梦 这款产品 最后 对宋亮的身世进行澄清 撤销了他在宋氏珠宝的所有职位 并保留依法追究的权利 下午 我突然接到我爸的消息 说是奶奶听说宋亮并不是他的亲孙子 着急之下 怒火攻心 中风瘫痪了 我心里没有同情他 反倒觉得痛快 他这么重男轻女 到头来 付出他一辈子心血的孙子竟然不是亲生的 他这三个孙辈中 只有一出生就被他嫌弃的我 才是真正留着他血脉的人 可想而知 对他而言 这到底是多么毁灭性的打击 我爸也一夜白头 像是苍老了十岁 经过这些风波后 他像是彻底想开了 将家里的产业全部交到我手里 自己带着他新患的秘书出去度假了 我从宋家别墅搬了出去 回到了我妈那里 在我看来 宋家从来不是我的家 虽然我跟他们流着同样的血 但只有我妈妈才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 我曾经期待过父爱 渴望过在我被人欺负的时候 我的父亲能像个超人一样 出现在我的面前 为我遮风挡雨 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我的人生就是有这样的缺憾 我曾无数次因为没有一个幸福完整的家而难过 无数次在宋宁跟我显摆 他爸有多爱他时而自卑 我觉得似乎自己生来就不被祝福 不配得到爱 后来 我学会了释然 学会了接受 不再执着地渴求父爱 学会了靠自己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直到今天 我成了这场战役最终的赢家 我很感谢我妈 因为她从没有将她的不幸归就在我的身上 她给了我足够的爱 让我知道自己也是值得被爱的 我也很感谢我自己 没有自怨自艾 止步不前 没有因为原生家庭而变得偏激 努力救赎自己 去爱自己 推开家门 我妈已经做好了晚饭等我 看着温暖的灯光下热气腾腾的饭菜和窗外的万家灯火 我只觉得人生值得